当你被人嘲笑时 甚至辱骂当时会如何反应 是选择继续快乐积极的生活 还是选择面对灰暗的人生 26岁患有罕见疾病的 德州女孩的故事 或许可以帮助许多人找到答案 Lizzi Velasquez一出生 便患有罕见的疾病 不但失去右眼视力 而且吃再多东西 都始终骨瘦如柴 体重从来没有超过62磅 在她17岁读高中时 YouTube上有人上传关于她的视频 标题是 世界上最丑的女生 很多根本不认识她的网友 用十分狠毒的话批评她 让她不仅在校园中被同学欺负 也遭受网络霸凌 尽管受到伤害 Lizzi仍然选择乐观积极面对人生 她完成了大部分高中时定下的目标 出版至少两本励志书 从大学毕业 至今已经进行了十年的激励演讲 鼓舞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听众 Lizzi还拍摄了一部励志纪录片 以自己的故事去感动激励 更多面临网络霸凌等逆境的人 修设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